他準備了給今天大會的他有幾點建議 建議不要打臺灣 對臺灣政策要明確 任何政策都不打臺灣 反對隔離政策 要繼續經濟改革開放 發展黨內民主 然後說當年我下來的時候 就是遵循了黨內的民主制度 不要超過兩屆 近平同志這回幹三屆 是特殊時期 我是支持 但是下不為列 下一屆不能再幹 他是這回事兒 是反對你到第四屆